逐鹿中原,晋楚争霸下,同样想号令天下,楚庄王评审们如此优秀。 书记上文,纵观楚国的立国和走向强盛的过程,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规律, 与只求守经自保的大多数中原国家不同,楚国的扩张意识之强,扩地之广令人印象深刻, 即使是同样寻求扩张的其近等大国,也未能做到像楚国一样, 从受风拾的五十里土地发展成为横距江淮的春秋霸主。 那么,为何楚国能够做到在扩张中谋求生存与发展呢? 我想,尚武精神与有别于中原王朝的军队建设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点原因。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这套自治通鉴,在浩瀚如烟的传统文化之中出现过的很多的繁荣朝代, 不管你是喜欢唐朝的开放,还是喜欢汉朝的风云,都可以在这套书中找到乐趣。 书中以历史人物的风云事迹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朝代的更迭,让人看起来更加过瘾, 把这套书看明白了,自能播云渐日,看经得失,那么,我们接着往下看吧。 所谓的尚武精神,指的是楚国上下,或者说整个楚人群体的一种民族精神面貌, 这种精神的起源或许可以归结为楚国受风时的区域特征,与荣敌为伍。 不惜州里,仍然保留着周边部落永武好斗的风气,处刺中出不入西网不返,平原呼西路超远, 戴长剑西斜秦宫,手身离西心不成,成继勇西又以武,中刚强西不可灵, 就是对楚军战事誓死如归,永武刚强精神的最好诠释。 另外,中原诸国是,楚国为蛮夷的态度,也激发了楚人的逆反心理, 楚王雄渠的我蛮夷也,乃封三子为王,就是这种心理的体现, 在对待军事的态度上,历任楚王都好征战,春秋时期的十三任楚王仅有两人因为在位时间较短而无所建树, 其余君主都以开疆拓土作为第一原则,甚至有两任楚王病死在征途中, 楚军强大的另外一个因素在于其独特的军队组织与建设方式, 与中原国家严格按照周制建立起的军队不同, 楚国军队的兵种和体系都有其创新之处, 在兵种上,由于楚国幅员辽阔,江域内河流纵横, 其主战兵重除车兵和步兵外, 还设置了擅长水上作战的周师和少数民族士兵组建而成的蛮军, 而楚军的编制则分为隶属于中央正规军的三军部队, 申、戏、陈、蔡、许、叶等从属的地方军。 楚王与太子下属的两广军队和部分贵族的私军, 例如战斗力强大的若敖六族, 这种多编制,多层次的部队, 使得楚军可以更加灵活地与中原军队在多个战场同时作战。 在指挥上,楚国军队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度, 理论上楚王是全国武装力量的总指挥, 所有重大战役的指挥官都有楚王直接任命, 例如三次进楚之战的指挥官紫玉, 沈尹和子反,在具体指挥上,楚国军政官员有莫敖、司马、大司马等等, 在春秋时期,各诸侯国普遍不严格地区分将合乡。 例如楚国最高官令也,相当于成像, 一般也会担任军队的主将, 当然,楚军主帅的确定并非是一成不变的, 楚王一般会根据战斗的经验和指挥能力任命主帅, 例如燕陵之战中, 楚国令银子重灵左军担任副将, 另外,楚国军队的出动也并非定额, 完整的楚国军队分为左、中、右、前、后五部, 中军为主将所在, 但在多数战斗,尤其是征讨中, 楚军一般只出动前后或左右两军, 总体来说,楚军是一支擅长进攻的军队, 其编制和兵种较为灵活变通。 但短于计谋和防御, 楚国精兵大多陈于边境, 随时准备出征他国, 自己国内的防御却较为空虚, 因此会被无, 秦两国连续破成直敌颖都, 值得注意的是,楚国的兵力总数, 也一般是领先于中原诸国的, 这得意于楚军在征服地的治理和地方武装的建立, 到了春秋晚期, 楚国甚至拥有近万成战车, 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,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楚军的弱点, 这是一支能攻不能守, 能胜不能败的军队, 一旦边境上的精兵溃败, 楚国的军事力量就会完全崩溃。 当然, 至少在本文讨论的晋楚之战中, 楚国仍没有面临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威胁, 其弱点也暴露的不多, 楚军这样一支灵活而好斗的军队, 一直是春秋时期中原诸国最为强大而危险的敌人。 楚庄王的能力, 这才是楚庄王能够称霸的原因, 只是端正态度并不能称霸, 而空有国力也做不到击败强大的晋国, 国力再强, 也会像他的后世子孙楚怀王一样成为笑柄。 楚庄王三年, 前611年, 楚国发生大饥荒, 八国东部的山戎族趁机袭扰楚国西南边境, 一直打到富山, 金湖北防线一带, 楚国组织防御, 派部队在大林一带布防, 东方的仪, 粤之族也趁机作乱, 派兵入侵楚国的东南边境, 攻占了杨丘, 直接威胁自知, 金湖北中向一带, 一直臣服于楚国的雍国, 也发动各蛮族部落造反, 而前不久才被楚国征服的军国人, 也带领各一族部落在选地集结, 准备进攻颖都, 短短三年间, 各地的告急文殊雪片般飞往颖都, 各城各地都开始戒严,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, 天灾人祸逼得楚国极限崩溃, 而邵不经事的楚庄王, 却一如既往地躲在深宫之中, 整日田列饮酒, 不理政务, 朝中之事, 郊游成家, 斗班, 斗骄等若傲是一族代理, 还在宫门口挂起块大牌, 上面写着, 禁见者杀无赦, 过了几个月, 楚庄王依然雇我, 既不明也不非, 照旧钟情声色全满, 大夫苏总忍受不住了, 便来见庄王, 他才进宫门便大哭起来, 楚庄王说, 先生, 为什么是这么伤心啊? 苏总回答道, 我为自己就要死了伤心, 还为楚国即将灭亡伤心, 楚庄王很吃惊, 便问, 你怎么能死呢? 楚国又怎么能灭亡呢? 苏从说, 我想劝告您, 您听不进去, 肯定要杀死我, 您整天观赏歌舞, 游玩打猎, 不管朝政, 楚国的灭亡不是在眼前了吗? 楚庄王听完大怒, 斥责苏从, 你是想死吗? 我早已说过, 谁来劝谏, 我便杀死谁, 如今你明知故犯, 真是愚蠢。 苏从十分痛切地说, 我是傻, 可您比我还傻, 倘若您将我杀了, 我死后将得到忠臣的美名, 您若是再这样下去, 楚国必亡, 您就当了亡国之君, 您不是比我还傻吗? 言以至此, 您要杀便杀吧。 楚庄王忽然站起来, 动情地说, 大夫的话都是忠言, 我必定照你说的办。 随即, 他便传令解散了乐队, 打发了舞女, 决心要大干一番事业, 楚庄王终于同意舞举, 苏从等人的建议, 决定此后远离酒色, 亲自处理朝政, 楚庄王开启霸业自辞时, 而楚庄王就是一个拥有楚国, 强盛国力, 拥有中原霸主衰弱, 而自身能力又强的契机, 说到楚庄王能力强, 有什么证据呢? 肯定有, 我们一一到来。 首先就是稳定内政, 楚庄王继位之后, 贵族内部斗争相当尖锐, 之后, 楚庄王通过平定公子仪和公子谢的叛乱, 以及亲自讨伐若傲氏来稳定国内政局, 如傲氏在楚国一直有战神的称号, 这对楚国是一个削弱, 但是仰外必先安内虽然被蒋先生玩坏了, 这句话还是相当正确的, 稳定了国内的楚庄王开始发展经济, 毕竟打仗就是在打经济, 没有好的国力作为支撑, 想称霸中原是不可能的, 这时后楚国大政治家另引孙淑敖上尉, 孙淑敖是楚国杰出的政治人物, 在孙淑敖的辅佐下兴修水利, 轻摇伯父, 连楚国的敌人晋国都叹为官职, 当时在晋国大臣室会就曾说, 楚国正通人和, 不能与其交战, 光会用人, 只是君王的一大本领,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本事, 就是有胸怀, 有一个故事就足够说明了楚庄王的胸怀, 在一次宴会中, 一阵风吹过蜡烛熄灭, 此时有一位将军就摸了在跳舞的嫔妃, 嫔妃灵机一动抓下了那个将军的鹰带, 如果换作一般君主, 看到有人对自己的嫔妃有想法, 早就暴跳如雷了, 而楚庄王没有, 要求所有人摘下鹰带后点燃蜡烛继续喝酒, 之后这位将军为楚庄王出生入死, 才知道这个就是当年摸了嫔妃的人, 有胸怀, 是一个君主最该有的气魄, 我们看春秋五霸, 包括宋香功也是高风亮节, 会用人, 杀伐果爵平定, 内乱而后, 又有楚国强大的国力作为支撑, 楚国称霸, 还差最后一点就是外交, 外交在春秋战国最为重要, 强如商量变法后的秦国, 也要遵从这个规律, 而楚国的外交也相当得道, 利用中原各个诸侯国常年的积怨, 第一个就是与秦国结盟, 当年的秦国和晋国可是有秦境之好的典故, 可是自从先诊发动的小之战后, 秦境连表面的和谐也已经撕破, 秦境长年的战争, 虽然秦国未能压倒晋国, 但怨恨已深, 而楚庄王利用这个策略, 联合秦国使得晋国不敢全力南下, 第二个就是联合齐国, 由于齐国被晋国击败, 所以齐国为了报仇, 也长期联合楚国, 正是有了东西两个大国牵制晋国, 所以在变支战之后, 楚国之所以依然能够维持霸主地位直到楚庄王去世,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两大国的存在, 好了, 事情到这里已经基本清楚, 楚庄王称霸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, 称霸是楚国几代人努力奠定的基础, 而楚庄王将这个事业推向了巅峰, 最好的佐证就是变支战, 这一场战役, 说是楚庄王交给历代楚王最满意的答卷并不为过, 因为楚庄王之前几次进去中原都被晋景宫挡住了, 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出, 楚国上下一心, 在楚庄王统御下汉不畏死而禁国, 由于多年内部几个外星的清亚, 怨恨加深, 政令不通, 最后表现在军事上的, 就是禁军不听将领招致失败, 楚国君臣一心制霸中原, 孔子独始至楚父臣, 溃然探约, 闲灾楚王, 清千圣之国, 而众一言之信, 楚庄王一代霸主, 功成千秋。